YO 大家好 歡迎來到KINSON TUBE的頻道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的LEGO 就是這一盒 LEGO片號 76924 這兩盒都是Mercedes AMG 一格是G63 一格是SL63 盒子前面就有兩輛車放在這裡 而在後面也有兩輛車的不同角度 下面這個位置就有這兩輛車的實物照片 這盒子就介紹完 現在就立刻拿一盒LEGO出來看看 好了 兩輛車都已經拿出來了 在這一邊黃色這一格就是SL63 而在這一邊就是G63 我們現在就立刻來看看這一輛SL63 由它的車頭開始介紹 這裡前面有兩盒車頭燈 這兩個車頭燈的零件都是印刷上去的 非常之美 亦都還原到真實 在這裡前面這個位置有個貼紙在車頭蓋上 這裡我就要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不太清楚這個標誌是有什麼特別意思 但這次這兩輛車都是很多這個標誌 這個車頭蓋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也可以看到這個標誌 還有好像有一張證書 在前面當然是這個Mercedes的Logo 在側面兩邊都有一件printing的零件 這件零件都是非常之美 跟後面這一件零件融合在一起 就做這個水箱護罩 還有下面這個位置也有一塊printing零件 印刷在一件4乘1的側面 之後就來到車的側面 這裡就是它的車輪 在車輪裡面是有做了一條灰邊 然後在裡面就是link 這個link的位置大家都可以更換 它也有一件零件給大家換 就是這一件 大家只要把它蚊出來就可以換 是非常之容易蚊出來的 之後在這輛車的側面 就有比較多的貼紙 這裡有1 2 3 3張貼紙 這一張就是那些汽流東西 這一張就是下面被人踩上去的車的位置 這裡就是這個門柄 車窗旁邊當然有倒後鏡 之後它這輛車因為是開逢車 所以上面是沒有車頂的 還有它的擋風玻璃也是比較弧形的 之後就來到看車的裡面 是非常之容易看的 因為它是開逢車 它這輛車是左軚的 因為是歐洲車來的 之後在中間就有這個carplay 之後就是這個波棍 兩個座位的椅都是好像賽車椅一樣 大家可以將車椅前 亦可以往後 在中間後面這個位置 還可以坐多一個人 又或者放其他零件 最後就來到它的車尾 在左邊的車尾燈就寫著AMG 在右邊的車尾燈就寫著這輛車的型號 SL63 之後它中間就有一張貼紙 就是這個Mercedes的logo 在下面也有這個AMG的logo 然後在車底這個位置就有它的排氣口 這輛車大致上就是這樣 現在就來看下一輛車 就是G-Class 現在在我們眼前就是這輛G-Class G63 亦就是傳說中的G-Wagon 它車頭這個位置同樣都有這個標誌 打開車頭按之後 亦可以看到剛才那一份證書 在下面就會多了這個AMG Benz的標誌 在車頭這個位置也有這個Benz的logo 在側面兩邊就是它的車頭燈 這個車頭燈也是printing零件 所以我覺得是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這輛車的車頭都很威猛 然後就來到這輛車的側面 側面就有它兩個輪子 它的輪子是不能換取的 但是都非常之大 很有型 在這裡側面就有這個AMG的logo 在下面也有兩個排氣口 兩邊都是一樣的 都是有這個AMG logo和排氣口 在上面一點就有這個後鏡 還有這個就是它的擋風玻璃 這次在這個擋風玻璃的前面 就還有這個水撥 這個水撥真的可以動到 大家可以多樣玩一下 之後就繼續看這輛車的側面 後面還有兩塊玻璃 這兩塊玻璃可以看進車尾箱 現在就是打開它的車頂看看 打開是非常之容易的 前面是沒有連接零件的 連接零件都只是在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車尾和這個車尾連接 打開之後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車裡面是什麼樣子 這裡前面有四個座位 在後面還有一個車尾箱 大家可以放一些東西 或者放多一個人仔也可以 這輛車同樣都是左軚 因為是歐洲車 在旁邊也是有一個carplay carplay就是顯示車的一些資訊 把車頂放進去也是非常之容易的 都是卡住後面 之後一夜拍下去就可以了 之後就來到它最後的車尾位置 車尾這個位置有一個 時備輪胎 在上面也是印有Mercedes的標誌 側面這一邊就是這個AMG的標誌 在第二邊也是有這個G63的標誌 下面就是車尾燈 還有在下面也有AMG的標誌 有一點點遺憾的就是 後面這個位置全部都是貼紙 但是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printing 件都已經做了很多出來給我們 來到最後就是兩隻人仔 首先就講一下這個男仔 它的配件有一個Sibala 都是一些很正常的Speed Champion操作 它的頭髮就是普通很常見的 這個豎起曬的髮型 這一塊臉就是帶著黑超有少少微笑的樣子 非常之有型 是沒有第二邊臉的 Speed Champion都很少人會留意這隻人仔 但這隻人仔它的外套是蠻有型的 就是這些薄羽絨 在上面也有寫著AMG 就是在後面這個位置 我自己對這件羽絨絨是蠻加分的 來到第二隻人仔就是一個短髮的女人 它的頭髮就是撥到一邊 之後呢 同樣都是沒有第二邊臉的 它這一邊臉就是這個 戴著黑超的樣子 亦都是剔起嘴笑的 它的T-shirt就是剛剛我說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標誌 它下面寫著AMG 在這裡看這個標誌就清楚很多了 在後面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只有兩條摺痕 它的褲子就是穿著一條全黑色的褲子 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今次的介紹就到這裡 這盒LEGO的價錢就是$399港幣 我自己覺得是算OK 因為都是Speed Champion系列 所以價錢貴一些都是比較正常 而且我覺得這架G-Class 是做得密超所值 因為它真的做得很漂亮 整個感覺都是很實在 我也覺得它做得跟真車真的沒有分別 因為它的輪廓的角度都是差不多 跟真車 所以我覺得這架真的做得超級好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這個頻道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出片的資訊 就記得按Subscribe和留言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